教室里学生分成小组 透过墙上的荧幕播放简报 向贵宾们发表 寒假自主学习作业 有别于传统教室 学生只是被动听讲 仍爱smart教室 以多模式、多中心 和可重组的空间设计 让教学变得更多元 且具有弹性 我认为这间教室更能融合 我们分组活动 以及老师们如果有需要用 资讯的东西来教导我们的话 这边有很多比较多的大屏 就如刚刚所见 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理解一些东西 课本上讲不到的东西 电子就可以用更多影片 多元上课 更多元的学习会让我们更活泼 更想要去参与这个课堂 参与这个课堂自然就可以激起 我们想学习的乐趣 就是它跟传统教室比起来的话 我们看多的很多的电子荧幕 或者是还有一些可移动式的这种白板 那当然跟学生跟老师之间的互动 那就会变得更加的多 那多了这些3C的辅具之后 我们能够在团体的 就是分组的活动当中 能够有更多的讨论 然后也可以上网去查资料 让我们可以获得到最正确 而且最新的这个资讯来学习 这样子 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 很多的同学大部分普遍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不敢去发表 就是不敢去讲话 那多了这样子的一个设备之后 我们大家就可以更多的 这个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后也更多 比如说这个公众的演讲的这种经验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角落 我们是一个落地式的黑板 可以让孩子们涂鸦 那我们也有白板 这样子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多模式多中心 让教育学能够无所不在的发声 仁爱国中校长周婉玲表示 仁爱Smart教室建置了ICT设备 和可移动分组桌椅 搭配智慧电视 录影直播室 扩真实境AR 及虚拟实境VR等资讯设备 让学生可移动到不同角落空间 进行教学活动 更可跨领域进行学习 仁爱国中的Smart教室 采用的是局长的这个理念 就是新世代学习空间 多模式多中心 是可以移动的桌椅 然后是以ICT为基础的 让所有的教育学能够灵活的应变 所以孩子们可以到这间教室的 任何一个角落 做他们自主学习的教学 还有这个学习 然后天花板我用的是这个彩色的 让孩子们能够无限的去发想 无限展现他们无限的创意 可是它这个桌子椅子 还有地面 我用的是比较稳重的灰色阶 这个系列 让孩子们在操作跟探究的时候 是非常的稳定的 比方说历史 原来的历史 可能我们传统里面是在教室 是排排坐 然后老师就开始上历史的内容 可是在这边的话 可以透过分组 那每一组孩子们手上可以拿的pad 可以去上网去查询 就像刚才去查 这附近跟仁爱相关的火圣庙 或者是什么地方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大屏上面 做不同的这个小组的这个分享 那老师是到处可以去看看 不同组别的这个分享的这个状况 那孩子也不必就一直是 像传统教学 一直只是在听老师讲 所以他们是可以有 无限的这种自主学习的方式 这样子 那历史 除了历史以外 因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去认识台北 所以 他也可以去结合同军 因为同军也希望他们能够有台北小旅行 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 社会科可以结合综合领域 也可以结合英文 因为英文我们希望孩子们 可以双语去进行 这样 所以其实是跨科跨领域的 是非常灵活可以运用的这样子 请接牌 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 亲自出席接牌仪式 表示传统教室 达不到这样的教学效果 希望在每一行政区 至少找一所学校建制新世代学习空间 那人爱国中过去呢 是我们智慧校园发展的最好的学校 因为这边有科技中心 之前也做了很多设计 之前我到学校来看 我们也做了AR VR 后来也发展MR的这种系统 算是在台北市的学校里面走得最快的 那我们教育局呢 在去年也特别让台北市的中小学 包括高中 包括国中跟国小 很多过去我们称之为 专科教室的改善 或一般教室改善 我觉得那个等级还不太够 我们可以把它提升到 新世代学习的教室 那他的观念呢 就是会以ICT当基础 像各位看到这样 不过我跟大家报告 这边每个设施 它的布置的模式 都有它课程的意义存在 你如果说像这样 每一个放在每个角落的话 它可以配合各个桌 各个小组做讨论的运用 它的效果是不太一样 如果说你们看到荧幕呢 只放在前面 在前面的话 那是以老师上课为比较主体 虽然学生还是可以发表 但是效果都不太一样 学生的学习呢 能够透过这样的环境 那大家可以在那边讨论啊 发表 而不再只是被动的听老师在上课 那这个意义呢 是有很大不同 包括学生怎么找资料 像同学们怎么找资料 然后怎么去练习 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一起来做发表 我相信传统的教室 达不到这个效果 同时走进来 这环境不是说只有一个 感觉到这个很非常 或是很具有美感 或是有科技性 而是它的空间 要能够让我们在课程 教学 还有我们的学习上 达到它应有的效果 才是我们要的 教育局表示 113年度也编列了 约3000万建制经费 期待透过新世代学习空间 提升教学意境 带动课程发展 翻转教学 启发多元学习形态 创造教室的新样貌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 带动课程